本月份你的女性朋友 我们都要让着她 当然入水济浊 我们可以用天机化露去对付她 天机化什么 要有好的思虑去对付她 好好跟她说话 这个是太阴晴 如果你在六亲恭维 本月份你要注意的事情 那如果是自己呢 自己很好啊 老娘我就太阴化妓 本月份大家都要让着我 没有人有办法欺负你 大家好 即将要进入农历十月了 农历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要过年了 一直跟大家讲说中秋节过后 我们就开始会受到 隔年的天机化露影响 而且已经有很多网友都回馈说 大家开始感觉到 明年那个已年的天机化露了 对不对 明年是所有人的转运年 因为天机所在的位置 通常都是一个转换期 有上我课的 或是说有看我以前文章的 或是说有看影片的 都会知道说天机星所在的位置 它是一个转变的概念 也就是说你的流年的命工 或者是其他工位当然也可以啦 你若是命工进去 当然就是人生的一个转换 如果是夫妻工进去 当然就是感情的转换 这个转换的状态呢 通常都是会跟过往有所不通 到底是什么的不同呢 是更好还是更坏 传统上的学理论点 因为我跟过去不一样 所以基本上的第一层的含义就是 过去如果很顺 那接下来可能要担心 如果过去很倒霉 那接下来很不错 因为它就会不一样 那更深一层的论点呢 它会比较偏向在于说 这个所谓的不同 它不见得是好坏 而是一个局势的变化 然后要搭配四化 譬如说它如果在天积化全的状态 这个不同就会变成是过去无法掌握 而现在我可以掌握 那如果它是那个化露 那就表示说我过去呢 没有办法让我有更好的机会 但是我现在可以用 而明年很棒 明年天积化露 所以说呢 明年是所有人的转运念 如果你的天气是在夫妻工 那就是夫妻工转运啦 可能可以碰到更好的 更多的 我们回来讲命工好了 命工风险比较不会这么大 他不公风险比较不会这么大 冠的工也还不错 天气星呢 是所有人的转运年 它会有那种转变的这样子的概念 在10月份呢 我们就先进入了以月 农历10月的时候 这个前面一小段 也就是在国立的 西元的11月1号到11月6号 我们还在上个月的价 一直到11月7号到11月30号才进到1 你在看你自己流月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说 我现在这个月流月 刚开始进来的时候 我还在假 那个鹿羊驼 跟太阳化剂都还是在 可是开始走到11月7号以后的时候 你命盘上面那个流月 就要把它换成太阴化剂 鹿羊驼要换掉 这个很重要 这个前面的影片就有讲 你们要自己去看一下 用这样子去细腻的判断 那陡数就可以判到 柳月跟柳子极度的精准 所以我们上课就会教你说 那个本月很容易被开罚单 正式的进入以月 要到11月7号 它会正式的进入以月 那当然 我们在上个月 就跟大家讲过了 有没有 要有战争出现了 对不对 开始有人出来 那个好像要打仗一样 知道没有 年底到了 那个2025年1月的 那个 我们每年的年度趋势预测的年会 又要开始了 然后有兴趣要报名的 可以赶快看连结开来报名 因为我们会以我们学会的学生为主 那今年对外开放的名额呢 大概人数也没有太多 所以要的话就要赶快报名 那我们在去年就跟大家讲过 今年中东会爆发战争 然后年底会有战争状况 我们的邻居呢 也会那个很想要来恐吓我们一下 但是事实上做不了什么事情 目前看起来是个样子 军队跑来绕来绕去 大概比里长佛出来旅游 还要召回家 不过另外一派的论点就是说 那个其实就是他在测试 他最快出兵的时间 布局的时间可以有多快 不过没关系 因为你出来绕绕呢 那个台湾也一直在监控他 那个飞机飞出来 马上被我们那个雷达抓到 这样子 在这件事情上面 上个月我们就讲过了嘛 在那边破军滑圈啊 所以说确实会有这些动作会出现 不过呢 因为那是流月 流月就是那个月而已啊 所以他也没什么大事 那一整年度来讲 其实以这个局势来讲呢 真正战争局势不会在我们这边 会在中东的地区 所以爆发会在中东 那这看起来就是准备要搭了 以色列没有打算要放弃啊 那我们这边呢 我们这边不会啦 现在没有 明年都太阴花季了 明年也没有破军 所以明年不会有事 但是呢 明年会有一些转变跟变动 想要知道明年会怎么变动 来参加我们的年会 或者直接来报我的课程啊 那10月底的那个要课 那赶快来参加我的课程 也很棒课程的连结 我们会贴在下面 回过头来讲 11月的这个参加期 11月既然叫做天际滑路 我们都讲了明年是个转运年 那这个月就会是转运月 不过呢 就像我们讲的 战争真正要开打 是年底在中东 然后呢 我们这边小闹一下之后呢 明年因为天际滑路 大概也打不太起来 所以同样的情况呢 这个小小的转运的月 其实它的情况就会变成是 你可以在这个月份想一想明年度有什么计划 以及今年已经快要结束了 那是不是你要重新的思考说 接下来我要怎么办 即将在两三个月之后 你就要面对正式的一整年天际滑路的时候 你该要做什么计划点 那是这个时候呢 会有好的机会出现 好的时机出现 然后呢 好好地想好你该要怎么办 然后去做明年的长远计划 在这个时间点是非常非常好的 尤其是你的天机星 旁边有天凉的 这个月会有贵人 旁边有聚门的 这个月你会懂得知道怎么样 好好的深思熟虑去做安排 那对面是天凉的 也会有贵人 对面是聚门的 这个月也会更清楚知道说 接下来要怎么办 那这个组合呢 只要占人命工 好好地想一下人生该如何 关入工工作上面 有转换的机会 财博工会有更好的理财跟投资的方向 所以其实呢 是相当相当的不错的 唯独刚刚没有讲到的呢 就是对面是太阴的那一株 对不对 天凉温太阴在对工也会在同工 那太阴的这一组会怎么样呢 入水既走 跟太阴的这一组呢 其实也会相当的不错 单独的太阴星 在这个月份或者是明年里面呢 因为太阴叫做财星 放在你的财宝宫 命宫 官禄宫 田宰宫 子女宫 都会表示说 你会在这个月份 或是明年 明年是比较大 这个月比较像 会觉得说哎呀好像浅存的不够啊 好像那个生活过得不够好 单独的太阴化剂会如此 可是如果你跟天凉温是放在一起的那一组呢 反而在这个时间点 你会因为这个你觉得生活过得不够好 你会开始思考说 那我是不是应该可以让我自己更好 而这个思考的东西 会让你找到人生性的方向出来 因为天击跟太阴这个组合啊 在这个月份啊 它很容易产生出来的迹象 除此之外 每一个月份都要看化剂那个 对不对 那我们当然去注意太阴化剂在哪边 太阴化剂只要在你的六亲宫位 那基本上呢 你都要注意说 在这个宫位里面的女人本月份 我们都要让着她 因为她本月份就是整个是在一个 觉得大家都欠着她 觉得大家都要让着她的状态 身边如果有女生 她刚好命宫是太阴的 那我们也要让着她 她这个月在化剂啊 她这个月空虚寂寞冷啊 你有什么好 在这个月跟她讨论道理的呢 女人本来就不讲道理 更何况她还在化剂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 那我们在这个月份呢 我们只要是 譬如说蒲逸宫有太阴心 而太阴化剂本月份 你的女性朋友 我们都要让着她 当然入水济周 我们可以用天击化露去对付她 天击化什么 要有好的思虑去对付她 好好跟她说话 所以这个是太阴心 如果你在六亲宫位 本月份你要注意的事情 那如果是自己呢 自己很好啊 老娘我就太阴化剂 本月份大家都要让着我 没有人有办法欺负你 那如果是在关路宫或是财不宫 坦白说 如果是在关路宫的话呢 你要注意 因为她毕竟是桃花心 本月份呢 要注意跟人之间的关系 你可能会 很多事情是 你自己很想要帮助别人 可是你做的不如 你自己满意 或者是你会因此而得罪人 如果是财不宫呢 那就要注意到说 你在这个月份呢 可能会有为了自己的享受啊 需要啊 可能就花了比较多的钱 那当然在财不宫这个月份 也就比较不适合去做投资 尤其本月份开始 大家会明确的听到 房地产真的就在下跌了 那当然明年明年会跌更严重 因为明年整年度都在太阴花季 那这个月份就看得到 它开始明确在跌了啦 所以呢 我们会建议如果你在财不宫 那你就理财商要保守一点 那如果是紫田县呢 如果紫田县表示家中的那个女人 带他出去吃喝玩乐 去补他那个太阴 就比较好一点 那中间的这一些 天良化全程跟紫路化科呢 如果说你刚好是 击梁同工击梁对拱 这个月份会是非常好 炒股投资跟做任何任何的 理财的好时间点 那如果说呢 你不是跟天津心放在一起 你单纯的天良心 那这个月份呢 也是如果你要做什么创业 或者是你要做什么 未来的理财规划 也还是会没错的 那天良心代表神明 只要是化禄的 化全的化科的 都表示你在这个月份呢 如果放在你的命工 观众工财部工 跟福德工 都表示你在这个月份 拜拜效果好 化禄就随便拜 化科呢 神明比较偏向安慰你的事情 而化全呢 我会建议大家 在这个月份可以特别去求一些 我真的要干吗 如果有成功 那我就答应你 我会捐5万给门诺医院这样子 这种下赌注的事情 或下愿望的事情 效果还不错 但这个事情必须要 你真的有决心要去做的 那效果就会出来 那这个是天良化全在这个月份的重点 那当然如果说他在六亲工位的话呢 那就表示说啊 在相关的这个人生上面呢 他会在这个月份啊 对你比较多的碎念啊 关心啊等等的 那如果是指挥化科呢 指挥化科如果刚好在你的命财官 那这个月份呢 是你爽爽过日子 并且呢 好好打扮自己啦 然后让自己呢 好好享受一年的快要结束啦 然后那个可以好好享受一年的成果的时候 可能花点钱 那如果是在六亲工位 我会建议大家 看那个指挥星在哪一个工位 本月份少去跟他联络 因为他这个月在当皇帝啊 他还化科 你知道吗 人家是皇帝 你就是健卑 所以你就要比较巴结他一点 你说在夫妻宫哦 老婆是一辈子要巴结的 所以不管他是哪一科新化科 不管他的指挥是化犬还是化科 我们都要巴结 如果在夫妻宫就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以上呢 这个是农历11月的情况 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了下半年了 下半年是一个转育年 希望知道明年的状况 欢迎来参加我们年度趋势预测的年会 然后希望明年呢 尤其你是天机天凉巨门 然后贪狼等等的新药呢 放在这个命财官福德 明年呢都会是很好的学习命女的年份 然后尤其在天机化炉的时候 所以我们今年的最后一次的初级班在10月底 欢迎大家来报名 然后剩下这几个月一点点的 因为他同时间目前已经在太阳化际 跟太阳化际开始在影响了 所以同时间呢 日月段化际的时候呢 他会有一些混乱 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坐着吃瓜就好了 不用有太多的烦恼跟忧愁 好 谢谢大家 versus Tim 嗯 无论